北京时间23月34时17分,一枚曾于今年1月执行过发射任务,并成功回收的猎鹰9号火箭,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半灯把空军基地升空,将5颗一星公司Iradium Next卫星和两颗GreatFO卫星成功送入轨道,其中,GreatFO卫星是NASI和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,将接替服役15年。 于是年停止运作的重力版演和气候实验卫星,GreatFO原计划呆在俄罗斯的DNF火箭,这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合作的项目,但2014年该火箭便停止发射了,于是去年,一星同意与NASI共享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并分弹发射费用,此次GreatFO卫星预计将至少服役15年, 每个月测试一次地球重力场,构建地球质量分布,改变所导致的引力波动模型,由于地球质量分布的改变,主要是水流动或水蒸发引起的,该任务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水循环,按合同规定。 SpaceX将为一星公司发射至少70颗卫星,一星公司也表示,资源公司的卫星能与NASI共享发射任务,这很少见,但这是一种引人注目击狠经济的解决方案。 此次双方的卫星在各自预定轨道成功部署,一星公司卫星的轨道高度约为780公里,GreatFO卫星轨道高度约为500公里,都运行在通过南北极上空的建地轨道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